來 各位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是 可能是建置他們辦公室的 一個接待區 但是不講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它是我家的客廳 對 因為我們想說 讓我們的接待的一個地方 它像家 像客廳的感覺 那剛好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來佈置成一個 我們一般居家實體當中 客廳的一個眾生 比較適合的一個距離 建置你常常應該跟客人講說 這邊到這邊大概多少的距離 讓他去抓比例對不對 對 我們比較能夠 能夠在溝通當中 有一些實體的一些空間的尺寸 來做表現 那在這個客廳裡面 我們用不同的材質 也就是說我們這地方用地磚 我們就用半拋的一個 拋光石銀磚 來做一個空間的轉換 對耶 你在玄關進來的部分 你用的是這個粉光水泥的拋光 進到客廳就換成是磁磚了 對 而且芊妤 你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磁磚縫 我們也用了 Epoche的這樣的一個填鋒劑 去做填鋒的處理 因為我們每天出出入入 有太多的人 有時候這個磁磚縫 如果太髒的話 久了也不好看 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這個材質其實不容易 變黑變髒發霉嗎 對 那一樣呢 在我們的客廳的地方 我也是用不同的燈光 來做一個變換 就是平常白天我們人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亮一點 也許到了傍晚 或到晚上加班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想要比較休閒的時候 我們也許燈光就可以關得比較暗 或者是說不用所有的燈都打開 所以我們在這個客廳 我們很巧妙的在天花板上面 用了兩個小小的閉燈 你可能會覺得 你幾個為什麼會有小閉燈 放在天花板呢 對啊 對 那因為這個兩個閉燈 搭配上我們沙發的後面的這個 這個一個立燈 這個立燈也是名師設計的一個燈 一個法國的一個設計師的燈 那我們來空間做個搭配 就不用整個客廳 明天都很亮 不用光源整個打開 就這樣的點光源跟一個立燈 你的氛圍會很特別 在晚上的時候 其實很像回家的感覺 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只是想要欣賞一個電影 看個電視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的燈都打開 也許就一個閉燈跟一個立燈 好 那一開始有聊過 你的空間當中非常注重 穿透感 各位可以從沙發後方看過去 其實後方就是你們的辦公區了 對不對 對 因為在沙發區 往後是辦公區 我們刻意讓空間有足夠的收納 其實你可以看它其實是一個 書架兼一個展示櫃的感覺 我們經常把書都能夠整齊的擺放 但是背後是穿透式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辦公區 那你背底的部分是有玻璃嗎 對 我們背後是輕玻璃 用這樣的一個隔間櫃放玻璃 以及放書的一個設計 讓這個辦公區跟接待區 有一個很巧妙的一個空間的轉換 OK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你這個電視主牆的做法很特別 它既然可以放在這樣子的位置 來 建智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想說這邊其實是一個 走道空間 後方我們都有會議室 在這個會議室跟這個接待區 我們用整個用玻璃 加鐵件的一個設計 利用這樣的一個 半穿透式的隔間當中 我們這個地方做一個鐵件的框 其實它只是一個薄薄的鐵件的框 我們就可以把電視整個壁掛鎖上去 OK 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真的電視主牆真的很巧妙 因為你等於是兩個房間的隔間 然後你把中間的部分 加了鐵件用來做電視主牆 是不是如果我的空間 沒有很大的時候 電視主牆又沒得擺的時候 像這樣子的做法 還滿適合居家的 對 而且在這個隔間當中 一邊是實的 一邊是虛的 對 為什麼說 因為這邊是玻璃的隔間 也是穿透的 我們可以讓在會議室裡面的人 也有安全感可以看到外面 這邊是實的 後面其實是一個儲藏空間 讓這個空間的轉換之間的中間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鐵件 加上一個電視主牆的一個觀念 把空間整個就拉起來 不錯 滿顛覆我們對一般電視主牆 既有的那個固定的模式 它這樣子也可以拿來做電視主牆